玉门关,一座曾经名满天下的长城雄关 历史的尘埃掩盖了扑朔迷离的沧桑巨变 寻觅民关消失的蛛丝马迹 扣问地理变迁的千古谜题 玉门关究竟为何盛极而衰 这个历史变迁,自然变迁的要来考证 所以惊刺什么 寻找玉门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玉门关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桥 但是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 这河西走廊上竟然发现了三个玉门关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地理中国设置组跟随中国科学院的齐德利博士 开始了对三个可能是玉门关的地方逐一的探讨 结果,齐德利认为这三个地方都有成为玉门关的历史证据 都有可能是玉门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将继续跟随专家的脚步 进一步探访这三个玉门关的来龙去脉 长风几万里 吹渡玉门关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古代大量描写玉门关的诗句 让玉门关这三个字早已声名远扬 可是,真正的玉门关究竟在哪里却很少有人知道 为什么它在当代的地图上难逆踪踊 玉门关的出现和消失 和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环境变迁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为了解开这个疑问 西北师范大学的李定成教授和他的学生齐德利 多年前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考察 一个令专家们倍感意外的结果出现了 玉门关竟然出现了三处遗址 他们分别位于甘肃省境内九泉市的石关峡 瓜州县的舒乐河附近 以及敦煌市的小方盘城 专家们实地考证以后 在这三个地方都找到了和玉门关相对应的证据 这就说明三个玉门关遗址 都是真的 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三个玉门关? 三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李定成教授和齐德利再次展开了探究 他们首先把目光描向了三座玉门关的修建时间 在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以后 他们排除了三座玉门关修建的先后顺序 公元前110年左右 修建了石关峡区的玉门关 公元前107年左右 在敦煌市小方盘城 修建第二座玉门关 而瓜州县舒乐河附近的第三座玉门关 是在唐代修建的 为什么前后会出现三座玉门关呢? 专家们根据三座玉门关先后出现的顺序 开始寻找与之对应的历史事件 试图从中找到玉门关变迁的原因 李定成教授通过研究发现 这三座玉门关都位于丝绸之路上 而汉朝时候的丝绸之路 由于经常受到北方匈奴的入侵 汉王朝开始在这个区域修建长城 以抵御外敌 北边的他的强敌就是殉奴 殉奴贫贫入侵 这是汉朝边境上最头疼的一个问题 所以汉王朝他要 沟通着丝绸之路的交通 要向西发展 你先要把这长城要修起来 阻挡那个游牧民族他的马蹄 李定成教授发现 三座玉门关遗址 恰巧和纠建长城的时间和线路基本吻合 这不由得让他产生一个推想 难道这三座玉门关是随着长城一路向西修建 逐渐迁徙而形成的吗 通过查阅大量史料 李定成教授又有了惊人的发现 玉门关的设立不仅于当时修建长城的军事战略有关 还与古代气候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在西汉的这个时候 是我们国家内上一个温暖期 更容易于农业生产 温度升高的话 它可以促进大气环流 促进蒸发和植物蒸吞的作用 所以也就更加适用 因此江树也更加分配一些 气温也高 农产也纷扰 人们的活动强度也就更加加大 所以从西汉的西汉时候 润意进取 奉利开拓 原来在西汉时期 包括中国西北在内的亚洲大陆 普遍处于一个温暖湿润的时期 分配的降水 使得可耕种的土地向西向北延伸 而对于以农耕文明立国的汉王朝来说 争夺适合耕种的土地 并修筑军事公事长城 来保卫这片土地 就成了国家边防的重要任务 从公元前121年开始 西汉进兵西域 破修奴秦楼兰王 在实际当中就记载到 到了公元前110年左右 九泉列亭杖至御门营 也就是说 那是长城修筑到了九泉的御门营 这是第一段 那么修到九泉了 以后呢 御门关就随着汉长城 修到九泉了 御门关呢 就随着舍密关 李定成教授还发现 九泉石关辖居域 是我国最早的御门关 为了抵御匈奴和保护耕地 汉王朝继续向西修建长城 最后一直延伸到了 今天的敦煌以西九十公里左右的小方盘城一代 而御门关就这样随着长城的修建 从数百公里之外的石关辖 搬迁到了现在小方盘城附近的位置 由此出现了第二座御门关 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 那么应该在小方盘城附近 找到长城的遗址 为此考察队跟随吉德利博士 来到敦煌室的小方盘城 寻找长城遗迹 经过辗转奔波 考察队最终在小方盘城西侧 发现了一段向着戈壁深处延伸的图像 从建筑手法上看 这种层层夯置的工艺和小方盘城很相似 而经过专家考证 小方盘城和这段土墙的修建年代 也是大致相同的 那么这段一直延伸的土墙 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齐德利说 这看似低矮的土墙 其实正是两千年前雄聚边关的万里长城 这段长城是汉长城一致 你看这几个峰岁 一直沿着西南这个方向 一直接到了妈咪兔渔树泉 一直到了那个洛湖 这算是汉长城修到了最西边的 这些用黄土沙石 中间加上红柳和芦苇 层层夯置的建筑 经过了两千多年的风雨 虽然残破不堪 却依然屹立在大漠戈壁之上 这段长城遗迹的出现 充分证明了专家的推测 玉门关是随着长城从东向西修建 从九泉市的石关峡 搬迁到了敦煌市小方盘城 但是接下来的考察 专家们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 让人费解的地方 在玉门关随着长城修建 已经搬迁到了小方盘城之后 古人并没有继续向西修入长城 而是在数百年之后 把长城最西侧的雄关玉门关 搬迁到了位于第一座玉门关 九泉石关峡 和第二座玉门关敦煌小方盘城 中间的地方瓜州书乐河畔 为什么玉门关要往回板前 是专家们的判断有误 还是有什么特殊的自然原因 奇特的迁移顺序 激起了李并城的好奇 他和学生奇德力一道 又开始了新的考察 李并城教授说 本来他们以为这玉门关 是随着长城的修建 从东往西 一个一个陆续兴建的 但是现在专家发现 当玉门关搬到第二个地点 也就是敦煌的小方盘城附近的时候 这几百年之后 玉门关又从敦煌往回 搬到了瓜州 那么玉门关 为什么要从小方盘城 搬回到东边150公里的瓜州呢 一千多年前 敦煌一带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为了探究原因 考察队决定继续在小方盘城的周边区域进行调查 距离小方盘城 玉门关遗址向南70公里 有一座重要的关隘 这里就是和玉门关同样闻名狭尔的阳关 跟随中国科学院的吉德利博士 我们找到了对这片土地 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纪永元 民间说的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好多游客来了都想 都关心说阳关道在哪呢 我们要走走阳关道 纪永元敦煌书画院院长 阳关博物馆馆长 多年致力于西北史地研究 他告诉我们 西汉时期 玉门关和阳关同属一个区域 阳关因在玉门关之南 所以叫阳关 当时这里非常繁盛 2000年前 车水马龙 驼灵阵阵的阳关大道 就在我们的脚下 咱们现在脚下站着这个位置 就是真正的丝绸字路的 这个古道 就是丝绸字路南路 也称为阳关大道 你看它的横置也比较明显 看见古代的 这个驼队也好 人流也好 从东向西 整个留下来的痕迹 这一致向西 由东向西能过去 纪永元告诉我们 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 阳关关城的遗址 已经不存在了 而在阳关的旁边 专家们发现了一片 范围更大的古城遗址 这是汉朝行政上 管辖玉门关和阳关的 隆乐县县城 之所以取名隆乐 是因为在当时 这是一片水草丰美的地方 人们在这里发现了被称为天马的一种骏马 汉武帝爱马如命 命人捉住了天马 龙乐也有乐住天马之意 而龙乐县城遗址 规模之大 令今天的学者未知震惊 现在这个椅子也是保存下来 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完整 比较壮观的 这么一个县城 这个城咱们看到的 东边这个比较壮观的这一道墙 是东城墙 后面这个防御 看见的有两段 那是北城墙 这一面 远远的看到那个拐角 还有那个地方一个东 那是西城墙 那么这一面看 这是正好正南面 这个城南北 是320米左右 南北 东时是270米左右 粗略计算 经过2000多年风雨波时 龙乐县仍然有近 1万平方米的面积 而当时这里 曾是西北珠县当中 规模最大 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 考古人员在遗址中 发现了大量的铜器铁器 这些都是当时的 农业生产和生活用具 东比方位 我们现在称为东古洞滩 这个位置 那么当时都是农田 封给谁家的这样的资料 都有 所以证明这个当时 是比绿州来包围的 那么现在看的 这个城的周围 都是撒丘 里面也是撒丘 但是当时呢 这个地方绝对不是这样的 纪永元说 根据史料记载 在汉代人口最鼎盛的时候 整个龙乐县的人口 大概有一万人左右 耕地面积约为三万亩 当时龙乐县边 还有一条河里进过 水流湍起 涂地肥沃 是一片赛上江南的景致 而后来 这里逐渐开始出现了荒漠化的现象 到了唐漠 这里完全被废弃 那么是什么原因 让这水草丰美的绿州之地 变成了荒漠的呢 水源退化了 绿州退化了 撒京人退 这个地方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 当时应该是非常繁华 非常热闹 而且这地方行政上 军事上的小的这么一个中心 这么繁华的地方 现在呢 比这个沙丘呢 整个把它掩埋了 为了探究这里 从一片绿州变成戈壁荒漠的原因 齐德利博士 带我们继续在小方盘城 玉门关附近 进行考察 在小方盘城 玉门关东北部远处 专家们又发现了一个古城址 这个城址坐落在古河道的边上 东西长130米 南北宽17米 墙高6.7米 城内的两堵墙 把城隔成了三个大县 经考证确定 这里是西汉建立的军用粮仓 因为玉门关在西边 它在东边 所以可以保证我们 因为关口是在西边嘛 保证着在这个关内的 玉门关内的士兵们的一个 后勤普及 在城内的墙角 考古人员曾发现过去的粮食 在墙壁上 还有一些三角形的孔洞 粮食放在里面 最怕受潮 生虫 发霉 而且我们这个地方所处的 就是整个 收落河下游 这个水位还比较高 留的那些孔 是用于给它通风 让粮食干燥 防止粮食发霉变质的 这是迄今为止 发现的规模最大 年代最古老的粮仓遗址 专家告诉我们 在小方盘城作为 玉门关 守卫西汉边陲的时期 这样的粮仓 应该不止这一座 而一座这样的粮仓 全部装满 可以储藏 一百五十万千克粮食 这足以供给上万人的口粮 专家推断 当小方盘城成为 玉门关以后的几十年间 这一带的居民 驻军和往来客商 数量涂增 从原来的人烟稀少 变成了具有数万人 规模的城镇 但是根据推算 即便是在 科技发达的今天 这一带全部耕地 能够养活的人口 也只有区区五千人 过去 由于这里人口的过快增长 导致了附近屯兵 开垦 生产生活的用水量 急剧增加 而这里本来就处于 半干旱地区 水资源无法满足 过快增长的人口的需求 这是小方盘城 玉门关区域 逐渐荒漠化的 重要原因之一 诸位根据也全部都废弃了 沙漠化 之所以发生这么明显变化 这个原因 主要是在于 与气候的变化 应该是有关系的 这有关系的 但是我认为更直接的 更主要的因素 在于人类的因素 历史上的 因为历史上的 能按坑 能按阀 能按桥 破坏植被 能按用水资源 等等 这些行为 那么把原来的人们生活的家园 破坏了 那么人们被迫 只能离开这个地方 李并城教授认为 玉门关第一次从九泉搬到敦煌 主要的原因是战争的推进 和疆域的拓展 然而第二次从敦煌 搬回到瓜州 地理环境的变化 又成了重要的因素之一 地理学家告诉我们 像现在在进行开发建设的时候 科学家都要进行环境的承载力评估 什么叫承载力评估呢 也就是要测评需要开发的土地上 到底有多少水资源呢 能够种多少亩地 养活多少人呢 但是李教授说 2000年前的古人 并不太了解这些知识和计算方法 对资源过度开发 而产生了荒漠化 那么是什么原因最终导致玉门关 从小方盘城搬到了瓜州的呢 专家们开始分析当时的各种因素 一方面 汉朝时期的中央政府 对这个区域的控制越来越弱 另一方面 当时敦煌以西的生态环境 在迅速恶化 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因此专家推断 生态环境的变化 可能是玉门关 往回搬迁的最重要原因 敦煌文书《沙州图经》中的一段记载 也验证了这样的推测 书中说 正盛元年 沙州遭贼无草 运船极难 改于第五道来往 意思是敦煌一带治安和生态环境恶劣 通往西域的道路艰难 不得不改道形式 逐渐在水草丰美的瓜州书乐河地区 形成了第三座玉门关 如今书乐河上的双塔水库 依旧水量重沛 但这宽阔的水面 却是兰河蓄水的结果 而真正的瓜州古城和玉门关遗址 现在也成了一片废异 从这片唐代瓜州城遗址的规模上 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凡胜 站在遗址上 齐德利博士向我们介绍了这个古城当时的规模 我们现在站的就是索瑶城的内城的西边的城墙上 索瑶城基本上是一个东西向的 它北边长一千三百多米 西边是一千一百多米 东边是六百三十多米 现在我们看见内城的面积呢 是据测算 是二十七万平方米 所以这个规模是相当大的 仅仅是内城的遗址 就已经达到了二十七万平方米的规模 可见这里当年的繁盛 而齐德利告诉我们 在城池的东南西北四个墙上 还有瞭望迪秦的角敦遗址 城内还发现了一个叫塔尔斯的寺院遗址 在大约一千四百年前 这里周边全是耕地 因为瓜谷飘香 被命名为瓜州 但是现在这里也变成了一片荒漠 这一片地区的名称也发生了变化 这名称叫安息极汉荒漠 自然绑过去 现在我们看到的 它就是那些骆驼刺的灌丛 这种地方有点沙滑了 其实在长寨瓜州的时候 这地方都是很肥沃的 七年三前的这种山鸡 冲鸡红鸡平原 这上面的耕种 如果用那个航片来看的话 上面的一些古时候的灌溉的渠道 非常的清晰 专家说 当年人们选择这里作为第三个玉门关的时候 确实因为这里是附近水源最充沛的地方 但是唐朝的统治者却并没有吸取小方盘城玉门关废弃的教权 很快这里从四百多户人家发展成了一个拥有常住人口三万人 耕地四十五万亩的城市 由于在舒勒河边无节制的兴建城池增加人口 舒勒河水源又一次被过度的消耗 有水就有宇宙 有多大的一股水 有多大的一条河 它就能发育多大一条的宇宙 它就那么一点水 都灌溉了 流到下游的水 水很少 或者没有 那么下游就要飞机 李定成告诉我们 中国的西北地区 尤其是河西走廊一带 本身就是处于中国的农牧交错代价 这一带天然降水相对较少 即便是在温暖湿润的历史时期 紧靠河流的瓜州玉门关庞 水资源总量也并不奉陪 而这样的地区 一旦大规模的人口涌入 如果开发不科学 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 让绿洲变成荒芜的戈壁 而根据李定成的测算 在整个河西走廊 因为汉唐时期的不合理开发 被废弃的绿洲 绝不止小方团城玉门关 和瓜州玉门关这两处 其中居沿绿洲和居沿海的消失 尤其让人心痛 实际上在河西走廊 废弃的古绿洲也有不少 今天实际上属于厄吉纳奇 古居沿这片古绿洲 我那个把它测算一下 这片古绿洲面积就有1200平方公里 居然还能干涸 1200平方公里 这片绿洲彻底就回去了 随着河西走廊大面积的绿洲 那么这个河西走廊大面积 那么这个玉门关也就从此销声匿迹了 在密上就再没有记载了 所以玉门关大概经历了1100多年的彼势 这个历史变迁 自然变迁的来考证呢 也足以惊刺什么 就是说在过去 有了水 有了绿洲 有了人群 有了社会活动 产生了东方这样的伟大的繁荒 那么也仅次什么 水资源的萎缩 绿洲的这个萎缩 整个沙漠化的这个情况来看 这个里面也有很大的人为的因素 所以我想 研究历史研究文化呢 应该给着现在人民提示 我们现在是怎么去发展 专家告诉我们 时间跨越了千年至今天 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描绘出玉门关 这个中国古代文化符号的地理学意义 它因人类的生存发展而设立 又因为更加强烈的发展愿望而吸迁 但是又因为人类对自然无节制的利用 而被一次次荒废 最终淹没在历史的尘埃深处 成为令人唏嘻感叹的城池移植 虽然专家们现在对玉门关的来龙去脉 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发现 李宾成教授 关于三个玉门关兴衰成败的研究结果 也得到学者的接受 但是专家们对于中国西北地区古地理变迁的研究 还在继续 专家们也希望能够在今后的研究当中 得到更多更有价值的科研结果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川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黄海海面上 一座忽影忽现的沉浮岛 离奇的海难 种种诡异的传说 都只往一个共同的方向 这是一座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岛屿 而它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谜团最终又能否解开 敬请收看地理中国丽崖山之谜